JBAX风暴在本港骤然刮起 证监会及警方19日召开季会 点名JBAX旗下实体军无惑证监会发牌 JBAX在19日深夜出特别公告反击 指证监会部分说法罔顾事实 属严重诽谤行为 强调平台所有交易对功能一正常运作 紧急提币申请的专责小组仍将继续 用户提供优先提币的协助 又称已制定出一套行的方案 让平台所有用户进行公投并证完善 观的内容及细节已于未来一周公告中发布 JBAX在告中一开手 便针对证监会和警方19日的新闻发会做反击 批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恶意针对地 JBAX已停止平台交易运作 此番言论实属严重诽谤 为罔顾事实 强调平台所有交易对功能一直正运作 从没间断 亦继续提供自由买卖服务 并依下调提币手续费 而新进组建的专责小组政绩 协助平台用户 日以继业进行优先提币的处理 JBAX称 证监会一再否认与JBAX曾进行联络 此明显属失陈述 JBAX于2022年4月至2023年8月期间 一直向香港证监会勾并寻求相关指引 JBAX在公告列出发与证监会的电邮件记录作作证 对于证监会指平台私自保管 互私钥 JBAX反指证监会混淆了中心化交易所与钱的差别 大众所熟知较知名的交易所 如B&Binance Coinbase Bybit等 有中心化交易所全部都是由平台保管所有客私钥 除方便用户外 亦会向使用者提供更专业保安方式 以保障用户的资产安全 公告说 就算此困难时刻 JBAX一坚守本分 已参考了大量数据及公的历史案例 制定出一套可行的方案 让平台有用户进行公投 并证完善相关的内容及细节 于未来一周公告中发布 公告最后表示 即使面连串挑战 JBAX将会坚定不移地继续营运下去 并不因世次不可逆转的政策风险所引致的严峻挑 而倒下紧急提币申请的专责小组 仍将继续为互提供优先提币的协助 星岛投票APP经已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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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